不少人都喜歡收工去居酒屋慢慢享受 灣仔最近就有一間新開業的當代日式居酒屋 餐牌上加入不少破格的元素 其他餐廳都未必見得到 Osaka 加Issakaya 我們將日本關西的食物帶過來 我們加上自己本身的創意 來到這裏可以享受創意的食物 和一個味道的菜式 煮廚房設計的菜式很有創意 先由這裏煙燻前菜打頭鎮 杯底部是大致慕斯 用牛油忌廉煮後打得很滑 質感很滑 上面用新鮮的馬丹蝦 還有一個青蘋果燒燒 令它有清爽的感覺 最後會有一個櫻花木煙燒 櫻花木比較配合整個海鮮的味道 海膽多士的做法亦非一般 靈感取自法式多士 總廚將多士先浸醬油和木魚高湯 再加牛油和糖煎香 然後素層薄一薄的松露醬 最後在表面放上北海道赤膽 入口時會感受到海膽獨有的鮮香 加上多士的甜味更加令鮮味倍增 很有驚喜 這道菜式值得再安排 如果喜歡吃海膽的話 就一定要試這個牛骨碎海膽麵 用料真是猜不到 所大樓的味覺享受同樣豐盛 牛骨碎海膽麵 我們都是用北海道的海膽 裡面會有椰菜絲 另外特別一點的 我們會加上白珍甜醋 調一調味 因為加上牛骨碎 會有一股很重的油膩感 一加進麵裡 吃完白珍甜醋便可以解膩 而吃完甜香味 這個章魚燒 大家都應該要試一下 大廚一改傳統 選擇將章魚燒圓粒油炸 夠香口 蠟梁絲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做法 我們現在會配上一個 尼泊爾式的咖喱方法去做 我們會加上少許番茄和麵糞 令它更新奇、更有趣 另外餐廳亦有推出tasting menu 包括12道菜的常鮮套餐 和14道菜的美食之旅 新醬期可以用600元升級 加配30g的頂級魚子醬 食物賣相精緻不再說 每道菜式有創意之餘 味道真是不錯 價錢不可以說便宜 不過最近有打算 與另一半約會慶祝的話 這就是很好的選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